对关节最好的三个锻炼 他来了 颈椎喜欢你多仰头 腰椎喜欢你多白腿 膝关节喜欢你做空灯 不要每次都滑走 点个爱心关注下吧 看到这个视频的老铁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十几年的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 都能帮你改善 赶紧练吧 对关节最好的三个锻炼 他来了 颈椎喜欢你多仰头 腰椎喜欢你多白腿 膝关节喜欢你做空灯 不要每次都滑走 点个爱心关注下吧 早上起床 千万不要练这四个动作 一旦练这四个动作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壮 动作一 深蹲三十次 动作二 踮脚尖三分钟 动作三 揉耳朵三分钟 动作四 揉腰部三分钟 不要每次都滑走 点个红心 关注一下吧 手麻 手抖 怎么办 教你两个动作来改善 动作一 双手交叉 往外伸 往回收 来回做三十个 动作二 右手往上抬起 左手自然下垂 往后摆动 三十个 做完换对策 这两个动作 每天早晚 各做一次就可以了 不要每次都滑走 点个红心 关注一下吧 看到这个视频的老铁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十几年的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 都能帮你改善 赶紧练吧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每天坚持做好这几个一分钟 胜过吃丛草 肾 颠脚尖一分钟 耳朵 明天鼓 一分钟 心 拍肘窝 一分钟 肝 拍叶窝 一分钟 肺 拍云门 中腹 一分钟 胆 敲胆睛 一分钟 胃 柔腑 一分钟 皮 敲腹钩 一分钟 不要每次都滑走 点个红心 收藏起来 每天多段 屁股疼 腿麻的朋友 就不要着急滑走了 每天坚持这个动作 五十下 就可以改善了 千万别小看这个动作 每天一百下 不仅腿不麻了 腰不酸了 走路还轻松了很多 家人们 这是北京运动康复学院的老中医 教的一个动作 运用到了